大家好 欢迎收看安卓多线程和异步人物系列视频 我是主将老师布鲁 通过前面的学习 我们已经掌握了我们线程与线程之间通信的最关键的handler的一系列的用法 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希望大家反复的去练习 那么本节课将会学习我们新的知识点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思维导图 我们本节课将会学习一下我们的异步任务 异步任务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为了更加方便的在纸线程当中更新UI元素 安卓从1.5这个版本开始就引入了一个类 这个类的名字叫做assign task 使用它就可以非常灵活的方便 从纸线程切换到UI线程 从UI线程切换到纸线程 它可以非常灵活的完成这样的一个切换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需要这样一个类呢 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思考和反思啊 大家想一下我们之前在用我们的handler 来完成我们异步消息处理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首先得先创建一个handler 这样的一个对象 然后在这个对象当中去重显它的handle message 这个方法做一个处理的一个入口 然后在我们的异步线程的操作的地方 又要新起一个线程 在线程里面做完它想要做的事 又要通过handler做一个消息的发送 再切换为我们的主线程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一系列的操作有点麻烦呀 有点繁琐 我在实际开发过程当中 我如果需要大量的维护这样的代码 这是一件让我十分头疼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我们安卓 也就是我们的谷歌公司 在安卓1.5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 并且为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 为了更加方便的 我们在紫线程和UI线程之间切换过来 切换过去 也为了更加方便我们更新UI元素 从而引入了assign task这个类 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知识点 它是怎么产生的 好了我们再来具体的了解一下 这个类assign task 它从字面上来说就是一部任务嘛 我们翻译过来 assign task一部任务 它就是我们在UI线程运行的时候 一部的可以去完成一些操作 它提供了给我们一个执行一部任务在后台 我们可以将耗时的操作 放在一部任务当中来执行 并随时能够将任务执行的结果返还给我们的UI线程 来更新我们的UI空间 它能够随时的切换过来切换过去 通过assign task可以轻松的来解决多线程之间的通信的问题 不再像我们使用Handler这样的繁琐 对吧 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assign task呢 通俗一点来讲 assign task就相当于安卓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多线程编程的一个框架 一个框架类 它介于thread和Handler之间 如果我们要定义一个assign task 就需要写一个类来继承assign task这个抽象类 并且只需要实现它其中的一个方法叫做do in background 其实这个方法就是一部任务在后台开启支线程想要干什么事 就把它放在我们do in background这个方法里面 好的我们还是分几步来走 先来了解一下它的用法吧 要了解一下我们assign task的基本用法 首先我们就要知道它本身其实是一个抽象类 要用它就得去创建一个子类来继承它 继承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了 我们可以为assign task指定三个范形的参数 在继承的时候就可以传三个参数了 这三个参数分别叫什么名字呢 Paramids 参数Progress 进度Result 结果 这三个参数对应的用途又是怎样的呢 比如说第一个Paramids 在执行assign task的时候可以传入该参数 这用于在后台任务的时候进行使用 第二个参数Progress 在后台任务执行的时候 如果需要在界面上显示当前的一个进度 我们在这里可以通过指定范形的类型来作为进度的单位 比如说最常见的是Int 10进度10进度的跑对吧 最后一个参数叫Result 当任务执行完毕以后 如果需要对结果进行返回 在这里指定的范形作为返回值的类型 比如说你这个一部任务拿到了一个置幅串 对吧你这里就可以指定你返回的是一个Stream类型 比如说你这个一部任务拿到的是一个Int类型的数字 那么你返回的时候可以指定是一个Int 因此一个最简单的assign task 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么我们肯定还是要结合一下我们的实际代码 这里的话老师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我们的项目工程 也就是我们新建的一个Helloassign task 写法也跟之前一模一样 就是一个按钮给它绑定了一个BTN unclick事件 那么它现在跑起来的话它长什么样的我们还是来预览一下 它就长这样点击按钮没有任何的事情 好了我们现在就来实现一个最最最简单的assign task 怎么来写呢 要写一个类来继承我们这个抽象类啊 classclass什么呢 比如class来一个test吧 test task一个测试的一个任务 它继承于我们的assignsync 在这里写的时候就要指定三个范形的参数 其实这三个参数我们再回顾一下很重要啊 传递进来你要执行的一个参数可以在后台任务中使用 返回当前任务执行的一个进度 最终任务执行的一个结果 其实这三个参数就对应了开始中间和结束 比如说我这里开始的时候我不需要传递任何的参数 你就可以开始那么传递一个void 那么我中间也不需要你返回任何进度给我 那么我还是传一个void 但是最后我很明显我这时通过一个异步任务 我想拿一个字符串 那么请你返回一个stream给我 我就这样最简单的void void stream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写 好我们这里写完以后 请注意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红叉 这里就说你必须重写它的一个唯一的抽象方法 叫做Doing background 这个Doing background 其实在这个方法里面执行的代码就是什么呢 在一步线程里面执行 就换句话说 在Doing background里面就已经切换到了紫线程 就已经不在主线程当中了 那么我们这里比如说老规矩 先来一个模拟一个网络延时2000毫秒 两秒钟以后我干什么事情呢 两秒钟以后我得到了一个数据 这是网络给我的 它叫啥呢 stream 一个stream类型的 它就等于比如说就是我们的123ABC456 我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得到它以后 请你把它return出去 请注意了 这里就会把Doing background的结果 做的是一个返回 返回出去 那么返回到哪呢 要返回到主线程当中进行执行 那我现在到哪去执行呢 所以这里还得重写一个方法 它的名字叫做onPostExecute 这里就以这个方法重写以后 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方法就切换到我们的主线程 主线程里面执行 我们刚才Doing background的这个方法 在异部线程里面执行 执行完了以后 拉到这个结果 做了一个返回 返回给谁呢 返回到这儿来了 看见没有 onPostExecute 就会拿到这样一个stream 刚才的一个返回 然后切换到主线程当中 做一个执行 执行啥呢 btn.set.txt 把它改成我们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看见没有 我们现在这种方式就是说 通过重写了一个Doing background 做我们想要的操作 再通过重写了一个onPostExecute 做我们的主线程的UI更新操作 这样跟我们之前handle的相比 是不是清爽很多呀 是不是也很方便很多 其实我就只关心这两个方法 你在子线 你在子线程里面想要干什么呢 请你写在这里 你在主线程里面想要干什么呢 请你写在这里 这两者之间的交互 通过这个return return的东西 作为了这里的传递的参数 好的 那么我肯定把这个代码要执行起来呀 这里我们的assign task 就是一个类 test task 是一个类 怎么来写呢 直接是一个lue 直接我们用它的地方就是lue一个test 一个task 点execute 不需要传递任何的参数 就空传 什么都不传把它执行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看一下 能否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这类代码真的是非常的清爽 只需要关注一个doin background 和我们的onPostExecute 然后执行的时候就lue这样的一个类 lue这样一个类以后 得了它的对象点execute 发送执行就好了 好了我们看一下如此简单的代码运行起来 点击一下它 122秒以后 我们的按钮的字样确确实实变成了什么呢 123ABC456 这也就是我们的目的啊 我们在doin background里面通过异部任务拿到了这个字符串 然后切换回我们的主线层 做了一个文字字样的一个改变 看见没有我们同样的一个目的 我们之前handler是怎样来写的 现在当我们学习了assign task 原来能够如此简单的来写啊 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assign task要应运而生 好的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先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用法来帮助大家来熟悉了解assign task 而我们assign task就仅仅这么简单吗 那肯定是不是的 这也就是我们下一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下一节课将会深入的分析一下assign task的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方法 好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